另外来关心中华棒球协会理事长 前中信军控副董事长顾仲亮 跟弊案产生的国保集团总裁朱国荣 被控涉嫌中信国保相关的弊案 顾仲亮一审活判无罪 不过朱国荣则遭重判12年4个月 案件经过的上诉 高跟法院在今天二审宣判 仍然判决顾仲亮无罪 不过另外呢朱国荣加重加判16年 这最新的消息先提供给大家 另外同步也来聚焦立委陈晚会 之前提报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佳 在桃园复兴区的山里生活民宿 以借名登记这样的人头买卖的风势 取得了原民的保留地 开民宿要赚大钱 前立委理善直言 这是罗文佳根本是玩法套礼 大为鉴不择不足以拼命分 对此罗文佳回应说 一切依法律来规定通批 是因为最近他批评了柯文哲 才遭到了出征 不过立委陈晚会坦言 是贵党当中有人自己看不下去 这种为了捞钱不惜玩法的荒唐行径 所以才会来向他来做一个检举 同步也来聚焦 这是我方的教育部长潘文中 在听到了国中教科书把马铃薯称作了土豆 他指出教育部审查不可能通过 更表示说教科书怎么可能会用中国的用词 随后更引发了朝野的论证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之针对了媒体提问的时候 他做了回应认为这是民进党的朱凤莲 更正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针对了媒体提问回应说 认为这是民进党的政治操弄 民进党当局的有关言论 在我们看来纯属是政治操作 两岸的同胞讲相同的语言 用相同的文字 但是由于我们生活环境和习惯用语的不同 对一些物品的教法确实是不一样的 就刚刚我问到大家在自己家乡 对土豆马铃薯都有不同的教法 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 那随着两岸交流的逐步恢复扩大并不断地深入 两岸民众越来越能读懂对方的用语习惯 越来越能够相互的了解和理解 互学互见 另外还来关心的是台湾民族党副主任 杨志渊在大陆被抓了 国台办今天回应指出 这个举动是进一步敲响 严惩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个警钟 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而大陆国家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台独分裂分子的刑事责任 大陆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公告 杨志渊涉嫌分裂国家罪 已经被温州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那关于杨志渊遭到大陆关押案件 陆委会表示从去年8月到今天 我方已经多次透过了管道向陆方来沟通 应该要尽速安全释放 杨员回台 然后目前陆方没有正面的一个回应 好 同步也来关心了 大杂阵蓝宫妈祖的绕镜在昨天 在新党奉天宫 举办的是祝寿大典 深夜兰教准备要回轮 不过因为疫情解封 今年绕镜随行人潮 整个大爆发 到处都是人 反观政治人物却是异常的冷清冷淡 今年其实来看接下来 也是总统的大选 瑞营大咖连两年的缺席 蓝营也没有重量级的人物到场 跟2019年同样是大选年 蓝绿有意角逐大会的大咖云集 简直是天壤之别 现在地方人士就分析 这跟陆营在中二立委补选之后 可以跟严家关系密切的 郑兰公划清界限有关联 还有来关心的是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投入党内大安区立委的初选 不过父亲在这个时间 却身体出状况了 罗志强说 他的爸爸昨天下午开始发烧 开始咳嗽 好不容易吃了一点饭菜 但是全部却都吐了出去 他忙完协调会之后 回去探望他的爸爸 眼泪也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他感觉此刻的父亲 搏得像一片纸板一样 这若不经风 这种字幕后供应该摆 Atlas 这种蜡蜜蜜大当 从来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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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比较瑺的